这个故事支撑我偿还了八年的欠款 任谁都不会想到 一名家庭主妇也能活得如此的动人 她的精力也激励了千千万万低谷期的人 这个真实故事的主角就是她 潘妮切纳里和多数家庭主妇一样 潘妮每天照顾着丈夫孩子相付娇子 但一个电话打破了她洗衣做饭的生活 另一个城市的母亲突然离世 父亲也因此重病时日无多 哥哥第一时间提出把父亲送进养老院 还执意要把父亲的农场卖掉 因为农场负债累累 哥哥也无心管理 潘妮想先照顾父亲几天 同时照看下马场 可丈夫很想让她回家 她说孩子们需要上学要有人做饭 潘妮好说胆说还是留了下来 她发现自家驯马师通敌 借卖赛马收取回扣 潘妮当场解雇了她 马场已是内忧外患 男丁们都置之不理 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家庭主妇 她又该如何打理 她来到只准男性出入的马会 找到父亲的老友寻求帮助 她帮潘妮推荐了一名即将退休的马师 就是这个身着骚红睡衣的老头 这个暴躁的家伙当场拒绝了她 但刚拒绝老头就后悔了 她看到马报显示 潘妮的父亲或许有梁具出生 潘妮也看到了父亲的笔记 原来父亲病前做了一次投资 用两匹优秀的母马和富豪最好的种马配对 当马儿快出生的时候 采用投币的方式选择两头马居 能省下大笔的育种费 她把好消息告诉丈夫 丈夫可不想听这些 她只想潘妮尽快回家 潘妮只得答应选马结束就回 投币选马这天 富豪获胜 她优先选择了年轻母马的孩子 因为另一只母马已经17岁了 但这将是富豪最错误的选择 哥哥已经打起了退堂股 他认为17岁马的幼崽肯定不行 而潘妮却很开心 他说自己得到了想要的马 他认为自家的幼崽 或许能同时遗传种马的速度和母马的耐力 刚选完马仔 拒绝过潘妮的马是想主动加入 因为他也想真正的赢一次 潘妮有些喜出望外 他也回到了家里 直到这天 丈夫接到一个电话 原来是马仔要出生了 挂完电话他激动的想哭 总算是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他把消息告诉丈夫 丈夫则一脸的不耐烦 马儿出生这天 几人并排手着 马师和养马的小黑也都非常的期待 马儿终于出生了 没想到马仔刚出生 竟能直接站立 所有人都很惊讶 或许他真的能创造奇迹 从此潘妮开始了两地奔波的生活 时尔在家里照顾孩子 时尔在马场拥抱马儿 在机场还要处理工作 在家里也要学习知识 好在马场终于收之平衡了 丈夫总是埋怨他一点都不顾家 而潘妮说 自己就像是一匹马 大学毕业后他总想有一番作为 但自从结婚之后就放弃了一切 现在他只想看着那匹马吃成赛场 可丈夫却理解不了潘妮炙热的理想 他把大红带到痴呆的父亲面前 一向爱马的父亲摸了摸大红说 这句话更像是在说潘妮 现在两岁的大红除了睡就是吃 已在起跑门上就是不想动的 驯马师说他是个巨婴 然而两个星期后 大红将迎来他马上的首秀赛 首秀赛这天 大红有了官方的名字秘书处 因为潘妮婚前的职业正是一名秘书 赛前潘妮竟因一个冷笑话狂笑不止 其他人都很诧异 他只是看到希望的大笑 可比赛刚一开始 他的希望之火就被浇灭了 骑士因经验不足 跑得畏畏缩缩直接撞马 驯马师大喊大叫 他认为秘书不是这种水平 他需要一个无所畏惧的骑士 潘妮赞同他的观点 同时震慑了大声吼叫的驯马师 潘妮约见了一名经验丰富的人 之所以来见这位戴伤的骑士 是因为他有夺冠的雄心 而自己也必须夺冠 但潘妮担心他过于激进 毕竟上一场比赛 他竟然把马的心脏骑爆炸 骑士直言不会说 搞定了骑士的人选 但错过了大女儿的演出 他只能通过电话听着女儿的声音 听着听着潘妮开始戳气 他捂着电话 不让孩子们听到自己的哭声 果然在坚强的女人 也有脆弱的一面 很快秘书迎来了真正的比赛 潘妮很期待这次的成绩 因为每数一次都意味着马场的亏损 旁边的对手已经在嘲讽他了 骑士就位 比赛开始 刚出发秘书就被甩在了最后 就连马师都没了底气 新骑士也没什么亮点 然而这只是刚刚开始 接着 大红瞬间发力 进行大胆的超越 先超越了一名对手 又超越了旁边的赛马 再次碾压一名 潘妮此刻也非常的紧张 秘书就像一条蓝色的闪电 甩开一名又一名的对手 马师握紧了拳头 秘书向着冠军冲吧 终于他以两码身的优势赢得了比赛 让那些怀疑他的人 全部闭上了臭嘴 他们收获了第一个奖杯 面对镜头 秘书竟摆起了姿势 看来他很享受现在 有了好的开端 秘书越战越勇 赢得了一场又一场的比赛 但记者却说 秘书只能跑短距离的赛道 因为他的父亲就是速度型赛马 所以他也跑不了长距离比赛 速度和耐力无法兼顾 一听到这话 秘书尿了记者一声 一年内 秘书拿下了年度最佳赛马的称号 这也意味着他们会遇到 更快更强的对手 赛场也会变得更长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 潘妮的父亲病重 病床前他倾诉着心声 可是 父亲再也听不到了 随之而来的 便是600万的巨额遗产税 家里连零头都拿不出来 哥哥和丈夫第一时间来到了马场 他本以为是来安慰自己的 没曾想 哥哥开口就要卖掉马场 因为以现在的热度来看 秘书能卖600万 正好补上欠款 但如果后续输掉任何一场 他的价值将遗落千丈 潘妮当然不同意 自己的心血复制东流 哥哥当场撕破了脸皮 如果不卖那就法庭起诉 潘妮不慌不忙地叫来管家 原来父亲在清醒的时候 就曾立下遗嘱 财产两人平分 但马匹的买卖权归潘妮个人 哥哥只能作罢 这时丈夫开始谴责潘妮 说她一点都不像结婚的女人 家里打来的电话 从来都是找潘妮女士 而不是催敌太太 丈夫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但潘妮认为 无论是女士还是太太 都是自己必须做好的角色 丈夫无话可说 潘妮看着秘书两眼热泪 她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秘书像是看见了主人的内心 为了筹钱 潘妮开始创新经营模式 让农场的种马配种权变成股份制 这在以前是没有的制度 她把种马分成32分 每股19万刀 这样就能够还清600万 但她订的价格太高了 况且秘书从未赢过三冠赛之一 他们一通电话打完 果然没有一个人买账 潘妮快崩溃了 她来到马鹏想起了 自己毕业时的梦想 一股坚毅的力量油然而生 她找到曾经投币选马的富豪投资自己 可富豪只想买下潘妮的秘书 但她却反客为主地说 曾经你失去了拥有秘书的机会 现在可以选择拥有她的股份 富豪认为秘书不值这个价 毕竟接下来的三冠赛 分别是短跑 中跑 中长跑 25年来没有一匹马能全部夺冠 毕竟速度和耐力不可能坚固 更何况秘书只有三岁 还没跑过超过1.5英里的比赛 她一咬牙把价格提高到700万 因为她知道潘妮缺钱 可潘妮仍无动于衷 她认为秘书如若获得三连冠 价值将达到1800万 那坚定的信念感染 富豪带头以600万的价格买了秘书的股份 丈夫没有为潘妮感到高兴 而是打电话过来说 自己不会像首富一样冒险 潘妮听出了她的言外之意 三冠赛与赛开始前 潘妮抚摸着秘书压力山大 比赛刚开始 秘书依旧是最后一名 可这次面对强大的对手 她显得非常的吃力 所有人都以为她会像以前一样 最后冲刺反超对手 但这次并没有 她显得后劲不足 只拿到了第三名 记者更是断言秘书缺乏耐力 有的观众大骂 其实是个loser 有些人就是这样 你输一次他们就转变了矛头 潘妮开始埋怨起了骑士 这是她第一次发火 因为身后的财团迫使她压力巨大 她一个人躲在电话亭哭泣 但这事还真不是骑士的错 受医检查后发现 秘书的嘴里长了个浓疮 在得知真实的情况后 潘妮赶忙找到骑士连声道歉 三关赛决赛的前一天 虽然秘书的浓窗好了 可仍旧不肯吃饭 状态很不理想 这可怎么办 潘妮过来要和秘书单独待一会儿 她满眼信任地看着秘书 而秘书似乎懂得了主人的期盼 她的眨眼像是在恢复潘妮 秘书果然开始干饭了 一下子干了两大桶饲料 养马的小黑激动坏了 赛前潘妮依旧很担心 好在去往赛道的路上 秘书又恢复了往日的风采 摆起了拍照姿势 看到粉丝们的欢呼 秘书更加的兴奋 可他的主人紧张极了 他根本输不起 其实也赚紧了拳头 比赛正式开始 秘书还是和以前一样 跟在最后面奔跑 赛程过半 去马是看不下去了 因为把头的那几匹赛马 始终没有秘书的身影 潘妮拉着他必须看完 对手已经在庆祝胜利了 可就在最后一拳 秘书开始疯狂地冲刺 蓝色闪电再次觉醒 他超过身边的对手 再次甩开重马 来到了第二名 直逼第一名 就在最后的关头 超过第一名一个马身 再超过他两个马身 最后抵达终点 你两个身位的优势赢得了比赛 所有观众都在呐喊 高呼万岁 而潘妮总算是松了口气 他们拿下了三连冠的第一冠 这匹激动人心的赛马 也俘获了大众的心 使他们超越了文化 超越了政见 超越了爱好分歧 聚在一起为秘书加油 孩子们守着电视机观看母亲的比赛 秘书每次出发都会垫底 也总会在最后冲刺阶段甩开对手 丈夫虽然以前不怎么支持潘妮 但也期待着潘妮能够成功 看到秘书拿下第二场比赛的冠军 丈夫逐渐理解潘妮的那份炙热的梦想 然而真正的挑战 是第三场的长跑比赛 不仅比拼的是速度 更是耐力的挑战 接下来的比赛是所有速度型马儿的牧场 马师非常的担心 他打算改变策略 反其道而行不让秘书休息 点燃秘书心中的战火 只是一旦失败 就可能毁掉这匹马 赛前的宴会上 孤单的潘妮终于有了家人的陪伴 她的丈夫也来支持她 从这一刻起 她的人生是完美的 看着家人们 潘妮倍感欣慰 她来到马厦安抚着秘书 明天的比赛结果 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奋力向前坚持到底 这本身就是人生最好的答卷 那么秘书 接下来就看你的表演吧 第三场比赛这天 华氏90度的气温 秘书像被点着了一样 他迫不及待地想要证明自己 但马氏吩咐其事 只要安全到达即可 他不想为了赢得比赛 把秘书的心脏跑炸 今天将是秘书最长的战线 他只希望秘书安全到家 当秘书来到赛场 全场都在欢呼 他又开始展现自己的帅姿 或许他是真正的王者 尽管这场比赛只有五匹赛马 但秘书的压力没有丝毫地减少 这头小绿是他最大的对手 比赛开始 秘书瞬间冲出赛门 和往常不同的是 他这次排在第一位 紧跟其后的是最大的对手小绿 所有人都在担心 因为这不符合秘书的常规跑法 后面的小绿迫使他越来越快 这对秘书来说并不是好事 而潘尼却大喊 他们以惊人的速度飞奔 但就在剩下半英语的时候 秘书的速度更加快了 先是领先四个马身 然后是六个马身 再到然后 最后一个弯道 所有人都在期待秘书的身影 因为他很可能心脏炸裂 他笑着 fear afraid of nothing 他不肯定从刀 他不肯定从刀 他不肯定 他不肯定 当声音乐 他不肯定从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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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马身上 两个马身上 二十四个马身上 他的名字叫秘书 以前他总是落后 因为他喜欢超越的感觉 喜欢对手错愕的眼神 现在他厌倦了超越 他要别人追赶自己 即使心脏炸裂 那又如何 在秘书摘取三连罐后的37年内 他创下的记录从未被超越 退役后更是做了600多马居的父亲 潘尼挽救家族和农场的励志经历 更是激励了千千万万的人 你听 这是奋力向前的声音